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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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关大使 我是董家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 美国九七天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这段关系的消息 中国海军摆出强大战争 在南海展开海上的实战 也在一方面中国国产的 山东舰航空母舰 包括055大型的两栖驱逐舰 075两栖攻击舰 包括解放军的核潜领 都出现的南海有相应活动据象 同时解放军摆出了航母的编队 包括舰载战机南海实战 也在美军派出了侦察机 多次频繁的敌意的逼近 中美在海上展开激烈的电子对抗 也是实战的对抗 同时美国这个时候 也是美国关键时候 美国大选之后 特朗普可能在1月20号 要正式地下台要离任 离任之前可能更多地挑衅 中国也派出了强大的航母编队 立体的编队在南海戒备 防范 美国可能在南海挑衅 今天分析另外关注一下 印度一方面现在严寒库冬 但印度为打仗做出了最新的准备 一方面看见 印度秘密向前线运兵 在中印边境另外部署更多的坦克 同时印度秘密向以色列 买到新的防空导弹 包括空对地的武器 针对解放军的装甲集群 同时印度的高级将领在一线视察 并且说冬天之后 可能中印边境 就会有战斗机能够分析 还关注一下美国声称 他们刚刚获得了最新的信息战 五大武器的进展 而且美国声称 一定要在信息战 下一场战争当中 一定要领先中国与俄罗斯 俄罗斯下一代这种对手 要领先超过30年 中国也强调科技练兵 到底双方的插击和军心的战力 怎么办呢 今天都会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 几方军新练练兵当中 高调地曝光两个集团军 用了新式的火箭炮 跨越台海可以攻击相应的演练 可以覆盖台湾岛内的 机场和导弹的阵地 两大演练当中的火箭炮 有什么含义 今天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提报 先来关注一下台海两岸 最新的军事情报消息 台湾最新介绍的亚太防卫杂志 专门大篇的情报文章分析到 台湾可能是一轮向美国 要买到的新的武器 是战略型的武器 所谓美支的空中加油机 我们知道特朗普即将上台 特朗普任内9次向台湾出售武器 而且逐一要兑现 台湾现在秘密地向美国谈判当中 希望再度能够买到的 是美支的所谓空中加油机 是战略型的武器 台湾对这个需求一直没有间断过 过去这70年情报显示1950年代 台湾就不断向美国提到 希望买到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当时的理由是台湾的战机 要逼近飞进中国大陆周边侦查 希望能够深入到内陆 所以需要有空中加油机 美国一直没有答应 这70年以来 台湾不断地对美国提出申请 而且现在情报显示 台湾也不断收买美国的战略学者 希望美国的战略学者呼应 游说美国要卖给台湾 所谓空中的加油机 另外也有情报说 去年8月份的时候 美国在台协会公布了 所谓美台之间的军事训练的 独家的照片 当中首度披露过 1997年的时候 注意啊 1997年 台湾军方的战机机师 驾驶F16战机 就曾经在太平洋上空 接受美军的KC-10的 空中加油机加油 加完油之后 F16战机直接飞回台湾 另外也有情报说 台湾的军方的机师 每年定期分批 到美军的亚利桑那州 美军本土的基地进行受训 而当中一个重大的受训的内容 就是台湾的F16战机的机师 在美国演练 接受这个空中的加油 也就是说美军呢 是有过多次的 美联轮训台湾的机师的 也就是说台湾的机师 包括台军的F16战机 是有受游的经验的 有接受这个空中加油的经验 所以美国是可以 把这个技术 包括把战机卖给台湾的 现在就缺这个战机本身的实体 而且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 台湾掌握的空中加油技术 也是美国要求的 一旦台海开战 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开战的 其中一个方式 是美军派出美国在日本 或者是关岛的空中加油机 直接飞到台海 为台军的F16战机展开空中加油 这可能是美国介入的方式之一 第一 是可以延长台湾战机的 作战半径 第二 用美军 注意啊 用美军的空中加油机 在战时掩护台湾的战机 像中国大陆解放军 如果要攻击台军的战机呢 就要规避躲开美军的战机 避免美国直接地被打中 因此有可能成为三方的一种角逐 美国掩护台湾战机的一种战法 关键为什么说空中加油机 卖给台湾的话 是台湾一直希望美国认为是 战略武器有四个理由 第一 就可以增加台湾战机 它这个制空时间 有了这个空中加油机 台湾F16等若干战机飞到空中 可以停留的时间更长 因为台军说过去2020年呢 几方军战机不断地增加 它在台湾周边的飞行 台湾都要出动多两倍的战机 来起飞升空来追击 因此未来如果有了空中加油机之后 台湾的战机不用起飞那么多 飞到空中可以通过加油继续 来追击解放军战机 第二点呢 是一旦有了空中加油机 台军的战机 当然可以延伸打击的半径 把原来的半径更加潜移 台军声称一旦有了美制的空中加油机 可以北起浙江 南到广东 可以打击的范围呢 比中国大陆原来打击的范围比较大 防空导弹阵地和基地的防护的重身要延伸 拉开分散解放军的防空力量 这是台湾的盘算 第三个呢 是一旦台军的战机获得空中加油之后 台军就可以少带油 多带弹 带更多的弹升空 降低于解放军的航母 台军说对解放军航母是有威胁的 是战略性的威胁 第四个答案就是说呢 一旦有了空中加油机 台军的战机可以保存实力 因为一旦开战 台军认为台军的基地 一定会被中国大陆率先地摧毁 所以台军的战机在开战 可能就要频频地升空 升空之后如果没有 油是没用的 所以要空中加油延续战斗力 这所谓四大的战略理由 台军也希望能够获得 关切的是2021年拜登上头之后 会不会同意把空中加油机 台军争取了70年的项目 卖给台湾 这是一个话题 解放军没有放松动作 另一方面关注下解放军新年 连串的演习 而且注意是对台部队的连串演习 首先看到是解放军新年之后 看到福建厦门的73军 展开了一个渡海登陆 抢摊的作战演练 这个特点主要是 20多架的攻击型直升机 和运输直升机 进行空中的火力压制 包括激将来夺倒 另外采用了两栖的装甲的突击群 而这个突击群首度使用了 无人的冲撞的相应的舰艇 无人冲撞 就是说冲破台湾 可能设计在这个海海当中的障碍 冲撞来抢摊登陆 关键是配合反坦克导弹 火炮展开火力打击群 这73集团军面向台海 驻扎在厦门的 针对性的夺岛登陆的演习 另外72集团军 74集团军 都有相应最新的火炮的演练 72集团军 当然是东部战区 也是面向台海 74集团军是驻扎在 广东惠州南部战区 一个东部战区 一个南部战区 都有火炮的演练 我们注意到72集团军演练的火炮 强调的是模拟敌方 布设了毒气地带 模拟敌方 也就是说台军有可能在滩头 布设了毒气地带 几磅就要展开消息之后 进行远程的定点的火炮的拔除 另外是74集团军 74集团军展开的是新型的 所谓相似的相应的火箭炮的攻击 这种相似的火箭炮的机动性能很强 关键的问题是射程非常远 能够达到300多公里 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沿岸 像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 可以已经完整地覆盖整个台海 可以覆盖整个台岛当中 包括台北到台中 台军的军事基地 包括机场 包括导弹政绩等等 可以展开定点的 攻击和大面积的毁伤 对台军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压力 而且关键是解放军 两个集团军高调地公布 展开了火箭炮的打击 这对台湾来说也是一种新的 在新年当中发出的警示 看看全其其他军艇解报 据美国陆战队时报 已述美军陆战队 最新闻节披露说 美军陆战队司令伯格将军提出 随着美军的远征前基地 不断在一台发展推进 2021年今年美军陆战队 开始推进猎杀潜艇任务 以追逐组合中国大陆解放 进入俄罗斯的水下活动 根据军情网上栏目 找到最新的情报 美军陆战队最新的战术改变 是在中国与俄罗斯周边的海军 不设美军的远征前基地 美军陆战队向美国海军的 PIA海深反潜取楼金 和海域反潜取证地 提供军事支援 同时针对中俄潜艇的出海活跃 美军启动联合情报见证系统 美军陆战队的潜尽基地 可以发射反潜专用导弹 或者由陆战队的战机发射鱼类 以骚扰甚至攻击对手的潜艇 美军陆战队私立攻击手 陆战队希望能够在潜艇 猎杀任务当中 扮演协助美军的海军 试别最终 甚至是击沉潜艇的作战功能 美军的陆战队 和陆战队的潜艇前出近海 而情报显示 美军陆战队强化了配备 反潜作战感测器 无人飞行器以及攻击的导弹 美军陆战队能够独立地完成 对潜艇追尊攻击猎杀 美军生成2021年 今年美军的陆战队 将会主动地执行 针对中俄潜艇的建设中 据日本公共路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分析了最新情报 相信中国海警局的舰船 以往在吊脚附近 发现了日本的渔船的时候 会相隔一段时间之后 再进入吊脚附近海域 驱赶日本的渔船 不过在去年8月之后 这个政策有重大变化 中国海警局的舰船 改为原则上 发现日本渔船立即追踪 根据日本海上百万厅的内部报告 说中国海警舰的舰船 去年2020年使用吊脚附近海域 展开巡航的频率 不断在背上连续巡航时间 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应对日本渔船的方式 也更加的强硬 根据军机关的小栏目 最新启发中国的海警舰的舰船 已加装了机炮和机枪 升起了武力驱赶的双飞 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也急速地增加部署 负责钓鱼岛和周边海域 巡逻警备的日本的巡逻舰舰点 另外美国华学日报报道说 美国海军陆战队 本周正在与日本的日本自卫队 展开岛屿作战演练 而本周这次美日联合的军事演练 是在应对西太平洋地区的 岛屿的军事冲突 美国是要推动日本处于 应对中国军事挑战支援的最前沿 警方说2022年去年 中国海岸警卫武装船只 在低岛链当中的 由日本控制的一系列小岛附近航行 超过1100多次 这是过去十年当中 中国的海警船舰队 武装次数巡航最高的一次 美国声称军军 每一日的安保条约 美国承诺帮助日本展开军事防御 美国说中国大陆警方去军力地提升 让美国的五角大楼 更加关注新战略和新作战的训练计划 包括美国强化 与日本的军事联合行动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 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国陆军 研究实验取得重大的 信息上的五大进展 香港军事普遍指出 在世界军事强国 还在致力地研发核导弹 隔潜艇和大型的航空母舰 的硬件的同时 美国想保持军事霸权 要在信息战领域超前建军 最新情报必要双美 军的信息上的重大的五大进展 包括第一发展的隔绝黑客信息的量子网络 美军生成高速的量子通讯网络 能够输出这些无法前行的数据传输 研发当中的美军的量子的中继器 已经可以远距离地传送 美军的量子信息 为战斗机提供颠覆性的技术 而第二个进展是远程的精确设计的进展 使用美军的陆军利用低成本的部件 攻击移动地面目标能力大幅地提升 而美国陆军的第三个进展 是5G技术提高了效能 从美国陆军研究出了新的5G电瓶的 切换电子装置使用二维材料 美军可以把电子通讯装置 融入军人可以创代的态式感参系统 未来可以使到传递的速度提高100倍 而美军的信息上突破的第四个方面 是穿透障害的三维成像的技术 未来可应用在美军各种条件下 展开军事摇杆和军事的揭示 而第五项是持续时间更长的 网状网络与无线电通讯 美军生生未来 在美国陆军的战场通讯的 关键能力是网状网络 今年研制出了高效的无线电 能够在休眠的状态模式下 继续监视流量 保持美国国防部系统的 网状网络的运行 美军强调必须要保证 美军这些高新军事技术 超前 战友 领先 中俄 这些假强敌大伙 好 第二 提到美军说 在这个信息上层面有五大的 最新的军事的突破 特别是下一场战争的时候 一定要领先超过 中国与俄罗斯问一下马先生 特别重要呢 美国现在感觉到 是要超越中俄 是不是感受到中国在追赶 这个高科技科技的军事方面 给美国带来新的压力 现在他就拿出这个网络战的招数 所谓五大王牌 首先一个王牌呢 就是量子网络 所谓量子网络呢 他认为他掌握了这个通讯的条件 这个资讯的条件以后呢 就从这个军方取得情报 第一手起到这指挥系统 把这个情报转化为作战决心 然后把这个作战决心 传递到这个武器装备平台 去发射这个武器 去打击敌军 整个过程用量子网络 是不可 不可以受这个黑客挑战的 也是不可以被窃听 更不可以由于这个网络战的这个攻击 而受到阻碍 受到这个窃听 而且受到这个破坏 有了这一条呢 就是使得整个战场是半透明化 这五大这个技术 其实呢都是信息方面的技术 比如说它可以用这个5G 来进行这个调拨它的部队 所以它的这个航空兵呢 打击就是多快好省 有了这五大技术呢 在下下一场战争呢 它还能保持这个制电磁权的优势 好 马先生呢 提到了美军呢 所谓信息上的新的突破 实际上量子通讯方面呢 中国大陆解放军 也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特别是在空地通讯箱中的 量子通讯 解放军也是拥有这个技术的 另外提到解放军在新年开训当中 除了强调实战 联合作战以外 也强调科技练兵 强调新的高科技的装备 这是我们也要关注的 提到解放军的动作也要看看 中印边境啊 最新呢 中印边境现在是严寒库冬 但印度秘密向前线增加部队 增加坦克 增加弹药 而且呢 还要购买大量的 空对地的攻击的武器 同时呢 印度的高层声称 冬季过后可能有战斗 看一个片段 军印度防务事件网特曼导 印度向以色列军国公司采购 空对地武器系统反坦克导弹 战术光电视导导弹 高速先进通讯系统 这一期情报譬如说以色列研发 并阶级服役的空对地武器系统 包括三种信号 可以突破拦截 具备技术匹配战场场景技术 而如果部署在中印边境 可以深测起防区边境部署的 军备目标位置 传送卫星图像和攻击的信息 是一些高精度 高攻击量 而这次印度要买到的反坦克导弹 由以色列研发 有五种不同信号的多用图导弹组成 射程达到32公里 可以装置在45个不同的车材 机载舰载的发射平台 如果部署在中印边境 可以针对几方军的 坦克等装甲机群部队 而以色列的高速通讯系统 可以向印度军队在高好盘山区的 战地登场 保持数字夸的快速通电需求 另外 情报说 印度军方严寒库农之下 增加秘密的安排 往中印边境增派 印度的山地野战士和火炮部队 印度政策规划 准备冬季结束 之后边境可能爆发的冲突 印度军方高层 已经秘密地下令 前线军队增加50%的弹药储备 应对15天的激战以为问题 和中国和巴基坦 同时展开两线激烈作战 根据军情网的闪量莫障 最新的情报 印度军方的弹药储备增加之后 达到足以维持15天 两线与敌人激战的水平 印度军队原本应该保证 前线的弹药库 可以维持40天的高强度作战 不过因为战争形态改变 和军队等原因 现在印度的弹药库处备 只够积占15天 印度军方声称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当年 1962年中印边境的战争 维持了一个月 而1971年第三次的印马战争 持续了13天 而这些实现点 都是印度军队目前 才要参照的数据 另一方面 据印度的斯坦十八八岛 印度军方将在今年4月之前 再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接养的 印度的列场 也就是印度所谓的拉达戈地区 建成印军的36个直升机的停截品 印度军方也声称 中国大陆解放军 已经在中印边境的西线 部署了大量解放军 命令和雷达导弹 非常强大 印度军方也采取了 所需要部署的相应的反制行动 反制和干扰解放军雷达的运作 而在海军方面 美国外交宣传杂志引述情报 说印度最新宣布2021年之前 会成立印度首个海区的司令部 重点 防范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会在印度洋的活动同时 也要反制 解放军可能利用印度洋 对印度的包抄 而中国国防部也披露说 2020年最后一天 中印军方举行了第八轮的 边境的军长级的会谈 双方聚焦一线部队 脱离接触 保持协商 加强双方边境部队的管控 不过外点声称 这一次的会谈 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 好 回到提到 印度在中印边境 印度这一方呢 连串的军事动作 购买新的武器 包括增兵和增加弹药 我们连线一下 区域内的军事观察员 看台湾的政绩们 基本与您的情况分析相信 中印现在严冬当中 是属于战略对峙 冬季过后 会不会真的插枪走火 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军方在整军兵武方面 其实它动作很多 不只向边界输送更多的弹药 另外在采购阵风先进战机之余 它向以色列方面购买更多 像这个空地的精准导引武器 反坦克导弹 还有一些新型的通讯系统等等 那大有让自己的陆军 或者边界部队 在这个现代化作战的能力 再向上翻一翻 以往中印边界通 如果是这个冬天结束 进入春天以后 双方就会陆续紧张 比如2016年6月的动狼事件 摆在眼前就是冬季结束以后 双方在边界上就会趋紧张 印军在边境增兵 说明是他想动手 先想打第一枪 因为如果是防守的话 在第一线应该不要增兵 也不要增弹 应该把这个主力部队放在纵深 准备这个防守反击才对 那么如果他要是主动出击的话 增加弹要在前线呢 其实没有用的 正是说明他这个补充后勤不行 如果是真正机械化补充 是铁路 公路 空中 甚至直升机 调运 都能保证的话呢 他用不着事先把大批的弹药 放在第一线 好 说到是印度连串的军事动作 印度声称冬季之后 可能在中印边境会有战斗 印度实际上应该警惕的 是他自己的疫情 我们知道整个亚洲的军队当中呢 印度军队感染新冠疫情 是最严重的十个印度官兵当中 大约只有两到三人 感染这个新冠的疫情 所以印度应该准备的不是打仗 而是打针 要打疫苗 说到印度之后呢 说到南海 中国大陆解放军 展开南海大规模演练 是号称的 是新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战的演练 包括航母 包括大兴的驱逐舰 包括两栖攻击舰 包括核潜艇 都有联合的演练 同时美军侦察机频繁地飞进 看一个片段 等解放军各型的主力战阶 都已经齐聚在三架 哎呦 情报披露说 解放军博处在海南的潜艇 核潜艇部队 也会参与前一次多类战阶 云集的海上水下演练 演习科目和水箱松强行 备受外间关注 哎呦 最新的情报分析相信 这次在南海禁航三个飞影 基本处于西沙群岛西北海域 不排除是解放军 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的训练 内容将会包括山东间 航母将会进行驿航 舰载战机夜间的起家面积 航母编队防御为科目的 实际使用武器和舰载的战机 海上的突击目标的攻击训练 包括与潜艇和机品配合的 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列潜反潜的攻防演练等 根据海外的卫星图片最新显示 中国首艘的国产航母山东舰 抵达了海南三亚洲 与首艘解放军的075舰 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停泊在同一战桥 同时还有多数的解放军的 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 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 903型综合补给舰在旧边 甚至还发现解放军的 核潜艇的踪迹 也在附近海域出现 当中解放军的055型的 万吨大型的驱逐舰 也首次出现的海南三亚 附近的海域 最新情报譬如说 解放军075型的 两栖攻击舰之前 停泊在海南三亚军岗 估计已经连同解放军的 两栖登陆部队 在南海训练展开过多次的 舰载战机起降军 熟悉的不同海区 昼夜不同海况下 航母编队各界里 协同的战法 也有分析数 在三家军港周边亮相的 这批中国海区的 水面主力战舰 已向近十艘 堪称新年 几望军的南海最强的 阵容解放军 目前最新锐的三艘大舰 会组成新的混编的海上编队 在南海展开攻防的业绩 并为针对最近平民闯入 南海的美军的军舰和战机 展开电子反制 海空锁定 围追警告驱离等实战的演练 而如果警方训练 山东舰的航母编队 如果在南海训练当中 遇到他国的舰机的挑衅 为了确保自身的训练安全 必要的时候 山东舰的航母 也会担负对他国舰机 实施驱离的任务 届是贴近实战训练的必要的内容 另一方面 美军频繁 派出美军的侦察机 飞进到南海 展开政策 美军一架海军的MQ-4系 无人侦察机 从巴士海峡上空 进入南海 最接近广东省沿岸的时候 只有57.25海里 大约106公里的距离 最后美军这架侦察机 飞航了海南岛 最后转向飞航南海中部上空 展开侦测 根据军情况的审 栏目掌握最新情况 美军的战阅侦察机无人机 过去30天 飞临中国周边的海空侦察 超过20次 好 朋友们今天 警方军大规模的航母 包括大型的军舰还有潜艇呢 在南海展开实战的演练 美军的侦察机 包括军舰逼近侦察 这是2021年真正实战对抗的 大规模的南海演练 稍后来听听 香港和美国的分析 来关注一下 解放军两大集团军 高调地显示 解放军火箭炮最新的装备 包括覆盖完整的台海打击 到台湾完整的所有的基地 包括机场 怎么解读这个军事的含义 稍后来分析 本周关注小点的 解放军大型的航母的编队 包括大型的军舰还有核心 请在南海展开实战演练 美军侦察机逼近侦察 今天请到香港马领圣 美国原则间分析 先翻一下马先生 新年一开始 解放军大规模的军舰 包括航母 在南海演习 这有什么实战的含义 中国的航母演习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我看这一次 强调的是夜战 夜战在别的军舰上来讲 可能是小菜一碟 但是在航母 特别是航母舰载机的起降 这可是大事 因为在夜间 茫茫夜空 这航母为了这个掩护自身 也不敢怎么开灯 你在这个几千米高空看航母 真是像这个指甲盖那么大小的 一片小舟 再说这个航母战斗群 包括一个是航母 一个核潜艇 一个是万吨大驱 还有一个就是两栖攻击舰 摆开的阵势是可攻可守 好像这个作战的气味比较浓啊 好 问一下美国的援助舰 现在以您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美军怎么研判解放军 这一次航母编队在南海演训 美军逼近侦察 侦察了什么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咱演训的目的是提升 这个海军的这个远洋作战能力 为将来进一步地进行远洋 单独作战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中国的南海这个演训 将会是常态化 这一点都不奇怪 对于美国来说呢 它这个也是阻止不了的 它也不可能谋求在南海 跟中国舰队进行一场决战 因为对于海洋作战来说呢 除了水面 水下 空中的 这个各种力量配合之外 各个支撑点的陆地基地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南海这个范围里头 美国正是缺乏 这个适合的海空军基地 好 问一下马先生 解放军这个山东舰的航母编队 演练之后呢 还是要返航的 但是美军的军舰战机呢 基本上每个月来好几次 南海挑衅 解放军怎么反制 这好办 解放军的航母一两手不够用 起码要四条 甚至是六条 那么一个就是在平时 在平时要保障在这个南海的存在 然后保障太平洋和印度洋 两大洋之间的这个战略交接 这个是南海方面的军队的这个作用 如果在战时 特别是在这个台海作战的时候 那么南海的方面的这个武力呢 就要保障渡海攻台的主力军的 侧翼安全 好 谢谢两位分析 本周小姐解放军战南海 展开海军大规模的演练的 航母大舰核舰艇连番的演练 实战演练这个话题先放一遍 本周另外小姐呢 新年解放军展开开训 而且是各军兵种的实战的演训 当中受到注意的是对台 一线部队 而且是两个集团军 不约要同都是火箭炮 覆盖台海的远程火箭炮 打击的演练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军机关系网友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新年一开始呢 解放军两大集团区72集团军 74集团区都对台一线作战部队 都展开了火箭炮的远程攻击 演练的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这对台海目前的状况 有什么针对性的指标意义 解放军这个火箭炮呢 据说能打300公里 那么300公里当然也可以 你把这个燃料加足了 把它揭多几叉呢 完全是可以打到300公里 但是它的精准度呢 是受到怀疑 你说有围斗 我们可以让它定位 那可以 如果真是要用大规模的 这个火箭炮 这几千发 几万发 那么轰过去 这个是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一时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主席 习近平签署了2021年度 解放军第一号的命令 也是全军开训的动员令 要求解放军展开实战的演训 以训促战 促进实战化的提升 另外呢是全时代战随时能战 节目最后看看全军开训的情况 以上是军队关大使下周三 我们再见